大陆内蒙古市区白茫茫一片 其中二多斯市降雪量最大 积雪最深20公分 拱水供电一度受到影响 山西北部的大同市 积雪更深达24公分 最惨的是当地果农 一整片果园2000吨水果 当场冻死在树上 损失超过3000万台币 桃树 杏树 樱桃等 100多个品种16万多株果树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 却让果园面临绝产 往南来到四川贵州 则是出现强对流天气 贵州省会贵阳 暴雨夹带冰雹 部分地区水深急腰 造成车辆受困 大陆气象单位表示 4月下旬突然降温并不罕见 但今年比较特别的是 风雨跟降温交加 部分地区最高气温 可能打破往年同期最低纪录 同时 刚刚离开中国大陆的沙尘暴还在南韩刺虐 民众重新戴上口罩 车上一抹就是一片黄土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 今年来自中国的沙尘暴威力更强 是因为发源地的气温 比往年高了三度 导致积雪不足以覆盖沙尘 吹到韩国之后 又遇到滞留封面 才会迟迟无法散去 TV新闻 严瑞生 庄志伟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